繼續開會 接著我們請審議法規委員會的案子 請召集人上報告台 請專門委員宣讀 請看B9之1冊 請看最後一頁1之1頁 高雄市食品安全衛生管理自治條例 第十二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 修正條文第十二條之一 於本市流通之日本食品應標示產地 掛乎都道府縣 日本福島池城荔木千葉及群馬縣生產製造之食品 不得於本市流通 違反前二項規定者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依前條規定處理 法規委會審查意見 照修正條文通過 說明您議員銀容羅議員頂層及張議員豐騰保留發言權 請審議 不是還有一個議長提案嗎 議長交議案 議長交議案 跟這個類似的 議長交議案 請看 請看最後一頁 高雄市食品安全衛生管理知識條例 第十條之一 第十二條之一 及第十六條之一修正草案 修正條文 第十條之一 製造輸入加工或販賣食品之食品業者 於知悉其食品有不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 至安全性之餘時應於24小時內 主動通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查核確認 並完成下列事項 一 立即停止製造輸入加工販賣 及通知下游與網路平台業者 二 於18小時內回收及預防性下架 三 於銷售通路公告前二款訊息及回收方式 第十二條之一 食品業者輸入曾發生核災之國家或其他不安全地區所生產 製造或加工之食品至本市流通者 應標示生產國及生產地區 前項有輻射污染或其他不安全之食品 不得於本市流通 第一項曾發生核災之國家及其他不安全地區 與前項有輻射污染或不安全之食品 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十六條之一 違反第十條之一或第十二條之一第一項 第二項規定者 處新台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還 並得暗次處罰制改善為止 情結重大者得處六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停業處分 請審議 請許主任說明一下 這兩個案因為十二條之一類似 但是版本又不太相同 那這兩個案子 他處理的先後程序應該如何 原則上是以這個王少田議員這個為主 然後在病案 議長教育案這個病案在審議相關的這部分的時候 相關條文的時候在病案審議 所以只有十二條之一病案 那因為十條之一跟十六條之一 黃少田議員的版本並沒有 那這樣怎麼辦 請說明 那還是以這個議長教育案 這個可以獨立出來審議 所以是分兩個案子處理還是一個案子 一個案子但是分兩部分處理 先處理十二條之一是不是 然後再處理十條之一 但是這樣子是先處理 黃少田版本的十二條之一 那民進黨團的十二條之一變成是修正版本 是不是這樣子的意思 先選這個黃少田這個十二條之一 那因為這個民進黨團這個 這個也是十二條之一 這個就病案的審議 是這樣 病案 那病案總有一個順序啊 還是一起討論 這個在審議的過程中當然是一起討論 是這樣嗎 民進黨團的十二條之一 是不是針對國民黨團的修正 國民黨團的案子 在做再修正的意義 那就一起討論是嗎 對 就一起討論 好 那我們兩個案子一起討論好不好 尊重兩個黨團 十二條之一 有兩個版本 一個版本是黃少田議員 及曾俊傑議員 黃少田議員跟曾俊傑議員 提出的十二條之一的版本 還有一個是民進黨團 所提出來的十二條之一的版本 兩個版本有交集 部分有交集 但是民進黨團的版本 的範圍比較大 國民黨團的版本 範圍只僅限於日本 所以請討論 這樣子好不好 我們請兩個黨團 各派一個代表 總召也好 或是代表也可以 先各自發言一次 請國民黨團先發言 謝謝主席 我想我們提這個案子 我想最基本的就是說 也是為了我們隔永啟民食安的問題 那最近吵了這個沸沸揚揚的 這個日本福島的核災食品 造成很大的一個恐慌 那健康的東西 這個我相信藍綠大家一起共同來把關 那很多人講說 為什麼中央已經有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我們地方自治還要再來徵修這些條文 那在這邊很清楚的 大家從最近我們媒體上 就披露了很多 他們很多邊境的管制 現在已經完全破功了 很多也不只是 只有是真的是去日本遊玩 才帶回來的食品 甚至很多的貿易商 進口商 也是大剌剌的就進口到我們台灣來 我想這個東西都已經不用再舉例 這不升美舉 所以我們認為說 在高雄市的食品安全衛生管理 知識條例裡面來增設 這個條文是很必要的 這個讓我們的高雄市的主管機關 也能夠由這個依法為據 那能夠更積極的來查核 那你有這個法 你去查了之後 也可以把它 這個對高雄市民的健康 能夠多一層的保障 所以我們在這邊要簡單的說明一下 我們高雄市 我們國民黨團的這個修正草案 其實有兩個項目在裡面 第一個 先講第二個 第二個就是我們明白的把 日本的福島 赤城 立木 千葉 還有群馬 這五個縣生產製造的食品 不得在高雄市流通 把它明白的列出 那原因就是因為呢 兩個項目 第一個項目 現在像我前面訴說的喔 現在在台灣各地已經都有這五個縣市的食品進來了 表示我們台灣現在的這個這個邊界的這個這個這個管制啊 完全都已經破工 所以我們希望在高雄也明定把它訂出來 那第二點的原因呢 就是說 其實 當時在100年3月份發生這個福島核災的時候 我們台灣 當時的行政院 用行政命令的一個公告 把這五個縣市 列為禁止輸入的地區 那如果一旦 中央無論任何的理由 任何的時間點 他把這五個縣 這個禁止輸入的公告一旦撤銷 他就變合法化了 就是這五個縣到台灣來就變合法 那現在的中央政府 達安格隆啟廊工 我們會嚴格把關 我們會逐批審查 但是我覺得這個不是不相信 這是健康真的比市民更重要 所以在這邊 第二點我們提出來的 我們黨團希望 日本這五個縣 就很清楚的定下去 即使中央開放 我們高雄還是不開放 因為大家不要忘記 一個輻射的殘留 它的半衰期是30年 也就是說 它的含量啊 30年以後還有一半 60年以後還有四分之一 你不敢跟它賭博啦 那我們提了修正條文的第二點 就是說 我們現在日本食品進到台灣來啊 它都沒有標示到產地 那我們有個括號是都到府縣 就是以日本來講 它從東京都等等 或什麼道 什麼府 到縣 是它的最一個單位 基本單位 我們希望 這點要彌補 中央在現在這個法令的不足 中央的話 在食品安全 衛生管理法 它只有定到要出要標示產地 它沒有硬性規定一定要編到線 那這也是說明了最近為什麼很多的 我們在台灣的超商架上看到的食品啊 它只寫日本國生產 後面有一些類似的這個符號 那有的符號代表不同的城市 有的代表輔導 有的代表簽頁 我想喔 與其讓我們的高雄市民 去培公哪一個英文字母代表什麼線 不如我們就把它明文規定 在高雄市 在流通的日本的食品 你就要把它生產的管齊 把它標示 所以以上這兩點是我們修正 請問張勝負總召 國民黨團已經發言了 那民進黨團要派 請邱俊憲議員發言 謝謝議長 我想部分政團 應該都對我們高雄市民的食品健康 食品安全都是一樣的態度 希望高雄市民有更好的保障 所以其實民進黨團 我們其他幾位議員 其實有提出一個修正的版本 其實不只針對最近大家一直在關注的 所謂的日本核災地區的食品 所以我們民進黨團提出來的版本 是包括其他不安全地區所生產的 或者是製造的 或者是加工的食品 在本市流通的時候 去規範了相關的管制措施 所以在第10條跟第16條新增的部分 也有去要求相關的業者 必須要有 如果發現這樣的事情 會有停止製造輸入 還有多少時間以內 要去進行所謂的預防性下加 跟回收的這些規範 還有一些採法的內容 民進黨團必須強調 對於不安全的食品 我們要有一致的標準 跟國際相同的規範 所以其實不只日本的所謂的核災食品 其實我們也知道 包括中國的中藥 包括加拿大的水果 包括越南、斯里蘭卡、印尼、印度 這一些進口的茶葉 其實都是在衛福部食藥署裡面 其實都是紅燈的一些管制的食品 所以我們期待是國民黨團的 國民黨團的立場我們理解 可是我們民進黨的提出 是一個涵蓋範圍更完整 然後針對不安全的食品 不只是核災 還有其他相關的問題的 也納入了相關的規範 所以在這邊其實我們期待是說 我們民進黨團提出來的這個版本 涵蓋範圍是大與國民黨團所提出的內容 那我們希望是議會大會可以支持 民進黨團提出的這個修正的內容 來共同為保障我們高雄市民的食品安全 來做努力 以上的檢驗說明 議長是不是可以也請我們的提案 也是現在小組的召集人羅定成議員 也來跟大家再完整說明一下 這整個的內容會比較清楚 請羅議員說明 是跟主席跟各位同仁報告 民進黨團提出來的這個 高雄市食品安全衛生管理制條例 我們增加了第十條之一 這個第十條之一其實有 參著消費者保護法的規定 其實第十條之一的我們 那個羅議員 不好意思我跟你打斷一下 我們現在先討論十二條之一 十二條之一 好不好謝謝 十二條之一成如剛剛就議員所述的 我們規範所謂的核災國家的食品 我想不應該這麼的局限性 那如這個黃曹林議員等議員提出的這個部分 他們的版本是規範的日本輔導五個線 五個線的部分 那基本上台灣耳後可能會輸入的國家的食品 可能在立法的程序跟技術上面 我們很少會把這種這麼明確指限定在五個地方 這樣子在立法上會有一個叫掛衣漏腕的情況發生 也就是說以後如果有其他國家 例如說韓國舉例而已 我沒有賭到韓國 比如說韓國萬一也發生其他這種類似核災 或者是有其他不安全的情況發生了 那韓國輸入到台灣的食品 是不是我們現在修訂的十三條例 就無法拘束他們了 所以這部分我們考量以後各個國家會發生核災 或者是其他的事變 比方說日本現在很流行的叫諾羅病毒 所以醫生都會建議去日本吃生育片 小心不要吃日本生育片 因為諾羅病毒現在很流行 所以這個部分萬一 萬一日本的諾羅病毒還有諾羅病毒 如果剩一片輸入進台灣 那我們這個高雄市史安治條例 恐怕就無法拘束那個部分 因為只有拘束到日本福島執政立木 千葉群馬等縣發生的核災的食品 那因此民想團認為說 應該立法上面恐怕會發生怪異漏外的情況 那我們就把這個範圍擴張 讓除了核子試變的食品之外 有不安全的地區所生產製造或加工的食品 流行到本市者 我們一併都要求這個製造商輸入商呢 標示生產國之外以及生產地區 所以我們生產標示的這個地區 已經很可以讓我們市民朋友清楚知道說 這個地方除了生產國之外 地區性也可以很清楚地顯示出來 那因此我們提供這部分的修法 謝謝 謝謝 那兩個黨團各自都做了說明 各位同仁還有沒有其他意見要補充的 是不是願意 兩個黨團是不是願意等一下協商一下 國民黨團的部分是針對日本 民進黨團的部分是 講簡單一點就是全世界 只要有發生核災的地區 那還有不同的地方是 民進黨團增加了其他不安全地區所生產的食品 其他不安全地區 所以簡單來講民進黨團的部分是 核災食品加其他不安全地區食品 簡稱什麼黑心食品之類的 所以略有不同 兩個總召願不願意休息討論出一個版本出來 就不用去主意的討論表決 有沒有這個可能 好 因為大家的想法都一致 但是捍衛高雄市民的健康 核災食品都不能來高雄 這個是沒有意義的 而且是有共識的 只是範圍要到多大 要不要加入不安全地區所生產的食品 像隔米像這些不安全的黑心食品 有沒有必要加入 我應該是會有共識才對 是否可以共用同一個版本 那如果通過的話 我們對外說這是共同的版本 請曾俊傑曾總召發言 議長我看 就共同用市議會提案 因為兩黨的共識都差不多 那在文字上我看先休息一下 大家再討論一下 文字上應該沒辦法再休 因為各自都已經深思熟慮 提出這樣的版本 那每一個字都自自斟酌 那如果對於 還要再去討論哪個字要再改 我這樣就耗時 總召的意思是他之前民進黨的版本 但是希望通過是全市議會傳出 沒有那個沒問題 沒問題 就是市議會一致通過 我們也甚至可以發新聞稿說這是一致通過 但是對於字 字就不要再修 休息一下 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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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根本就有更多